請你把這段程式把它選起來 我是按Shift鍵 把它選起來Ctrl-C 然後就貼過來就可以了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有沒有 然後把它貼過來 那基本上程式就可以Run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說 你不想要看 你就把它直接Run 應該OK 所以這樣嘛 然後把它直接 Run的話上面不要有個執行 Run一下看看 理論應該沒有錯誤 我這邊應該OK啦 你們那邊應該可以 因為這個程式其實裡面 也沒什麼太複雜的東西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基本上它如果會發生錯誤 如果有錯 你可能慢慢也要知道說錯在哪邊 比如說應該 大家也常會看到什麼 哪一個工作 就是這個工作部 指的就是這個嘛 OK這個工作部的第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工作表第幾個 或者你這個E也可以改成這個名稱 有沒有 有沒有前面好像我們 Challgb常寫的應該是寫成這樣子 這個名稱有沒有 然後把它放在 記得如果是名稱 一定前後要雙以後 如果是要放1 就是一定要第一個 如果用名稱的話 記得就前後雙以後 那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OK 那底下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 OnL Resume Next 跟各位講 這個敘述的話我是建議 如果你程式 以後如果看到這個啦 你可以先不要讓它加好了 因為這行是什麼意思 OnL就是說如果發生錯誤的時候 Resume Next 意思說如果像之前我們不是 程式有錯誤的時候 我會停住 會跟你講說黃色這一行有錯誤 但是如果你加二這個東西 有點像你那個 比如說你什麼 有點像你有病痛喔 那你就吃止痛藥 你就不會痛了 那不會痛的話呢 你病好了沒 你病還是沒好 你只是不會痛而已 OK 那痛還在不在 其實痛還在 只是你沒有知覺 所以加二這個有點像是喔 幫你這個程式喔 打了一個 就是什麼 止痛劑一樣 所以如果發生錯誤 你也會不知道 有沒有 它會繼續跑的意思啦 OK 所以以前我會加這一行是說 我如果程式交給客戶端喔 我不希望它出現一些Bug 然後一直會 跳出錯誤訊息 讓客戶覺得這個系統不穩定 那我們就加了這個東西 加了這個東西之後 反正錯誤它也會跳出來 不過這個有個問題 為什麼因為它該跳出來 還沒跳出來 那資料錯的話 它也會繼續錯下去 OK 所以這個是很 你說要不要用呢 我是建議啦 你暫時先 以後知道這個東西 我是建議先把它刪掉好了 OK 那這一行 這個叫application.disprecedent 跳出警告要不要 不要 這個好像也不需要 這一行我覺得也不需要 所以這兩行等於有點多 多餘的 欸不不 我們更正一下 應該不是多餘 這個應該是要 因為呢 這邊有個delete 這個delete就是說 如果一般有沒有 假如它存在的時候 它這邊有寫個防呆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到底在做什麼 檢查一下有沒有一般 如果有一般的話 它就先把它刪掉 而不會造成什麼 你如果假設啦 如果你這邊沒有這些 這幾行有沒有 這幾行把它註解掉的話 它會變成說 它又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可是名稱也叫一般 那如果叫一般不就重複 重複會造成什麼 發生錯誤 所以它怎麼做 它就是直接把它刪掉 所以我把它跑一下好了 我按那個F8 讓它竹房跑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先關掉 那你說為什麼要關掉這個錯誤 因為如果你要刪掉它的時候 它會跳出是否刪除 你一定要按一下 它如果關掉就不會跳出那個 直接刪掉了 OK 所以這個可以學起來 那你會發現它檢查一下 不過它這個檢查的邏輯還蠻妙的 有沒有發現 not not是沒有 沒有那一個 WS就是那個工作表 叫target值的 就是這個啦 一般有沒有 is nothing not nothing 兩個都是沒有 所以負負得正 意思是有的意思啦 有你就寫有就好了 你幹嘛寫兩個沒有 OK 所以這個寫法我覺得還蠻妙的 不過通常啦 你可以檢查它有沒有存在 它這個意思說 如果一般有存在的話 你就把它刪掉的意思啦 OK 所以這個可以學起來 有沒有呢 應該是有啦 所以它會跳哪裡 跳這邊 然後再把它刪掉 有沒有發現 OK 所以 所以 那者 一般有沒有 is nothing 負負得正 意思是有 所以意思是檢查有沒有那個 一般 有刪掉 OK 然後這個地方 它又把那個 可是其實如果它把它刪掉 理論上它會跳一個警告 那因為它已經把它關掉 所以它沒有跳警告 那因為這邊關 它後面就把它再打開 OK 好 這樣應該還蠻可以 這個底下它又加了這個 OnL GoTo0 可是0沒有 所以這一行應該是多餘的 我知道它 它這個TrackGP好像是亂抄 抄了個這個東西 這行其實我建議是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它沒有 底下沒有那個指標 所以它加了這一行是多餘的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它就是在這邊加什麼 Add Shift.add Shift.add就是新增工作表 加在哪裡呢 After After 指的是在哪個的後面 在哪個後面 Wsource指的就是它 請你幫我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加在哪裡 加在它的後面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所以它就新增了 那新增之後你會發現這邊不就多一個工作表 那這一行叫什麼 這一行就是幫我把它點Name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吧 點Name的話指的是它的名稱 不叫一般對不對 那這個叫什麼 它就把這個名稱把它修改 所以這個叫重新命名的意思 幫我把那個工作表名稱改為一般 有沒有OK嗎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幫我Copy Copy什麼呢 Copy B1 Source指的是它 就是這邊有沒有 B1到E1 意思就是說幫我把這個Call到一般的A1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Call過來的東西 它只有個A1 跟各位講喔 如果點Copy 所以後面只要放開頭的那個儲存格就可以了 它會自己延伸出去 OK喔 所以喔 把前面的東西Call過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應該OK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Call過來 把那個藍位名稱Call過來的意思啦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喔 姓名語 有沒有 Call 對這個有沒有 Call到這邊來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要Call資料 非常簡單 只要這個語法 哪個範圍 前面如果哪個工作表 跨工作表你可以一個工作名稱 然後哪個範圍 Copy 過來到你目前的這個工作表的A1儲存格就可以了 其實這邊有個參數啦 這個叫參數 冒號等於後面就是放了什麼什麼資料 其實跟各位講啦 如果你要省略了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Delete掉沒關係 加跟不加都沒關係啦 OK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它要放資料過來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2 2指的應該是從第二列開始放 那底下就是做不斷的反覆的比對資料 如果是一般的話有沒有 它就把資料Call過來 Call過來你會發現它還是會有個點Copy 有沒有 它一樣就是把B欄到E欄的資料 Call到我們現在找到的位置 OK 然後並且把列的位置加1 有沒有 所以這邊不是有個target的弱有沒有 加1 意思是說再放到下一列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它一直跑一直跑 反正就從第一列比對 是不是一般 4 Call過來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target弱現在2 把它加1之後它就變3了 意思是放在第三列的意思 OK 所以下一個是不是 它跳到下一個 下一個也是 好再Call過來 下一個是不是 下一個不是就跳過去了 那意思類推 就啪啪啪 意思是說 從這邊一直比比比 是就Call 不是就跳過 有沒有 是就Call 意思類推 所以一般的資料 就全部Call完 那Call完之後呢 這邊有個Mesh Box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 有沒有 這個叫訊息方塊 可是如果你說 老實說最後我不要這個東西 沒關係啊 如果你這個不要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一行槓掉就好了 這樣比較OK了 所以最後其實我大概 把不需要的程式刪掉的話 大概就 就是 其實也沒有很多啦 就是這一些 那請各位大家了解一下 那待會兒的話呢 我們希望它能夠做什麼 一般完成的 那二般三般可不可以 所以我就把這個問題 直接丟給chargeGD 我覺得它基本上 沒有太讓我失望 所以我就把問題 再丟給chargeGD 它就得到一個程式 丟回來給我 我也把它Call到我們這邊 問題就是 改為新增工作表 那順序跟它講一下 順序就一般 再來二般 再來三般 好 那它就給我一個 這一個程式 把它Call過來好了 直接一樣貼到下方 那我們先Run一下 看怎麼這麼厲害 我是覺得好像 chargeGD 我自己用 我是覺得說 它如果說可以寫得 比我們自己寫得更好 那我幹嘛要自己寫 我有這種念頭 我想說 寫得又快又好又正確 我們先去執行看看好了 錯了 真錯一下 這邊有個bug 他這個是最後一個 sauce OK 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先一個 待會我們再來看 123看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